情婦包帝 躺成捅猴杀人 新北市领口去日前发生的男子遭利刃捅猴气势案 警方昨天逮捕凶手 警方调查发现死者张玉成任职长荣货柜时辰 奉派越南当驻外代表生活优渥 5年前却迷恋上35岁阳姓檳西施 为了讨西施欢心 他还将退休金、房产及车子变卖 拿了近1500万供他花用 前妻苦劝他回头 但他仍安西施往来只好离婚 后来西施却嫁给别人 而他更生活潦倒 心有不甘屡用电话及简讯向西施讨钱 但西施却不理会 不料西施弟弟竟下手行凶 昨天遭逮捕后被带到现场模拟棄师 他坦承犯案 但详细行凶原因及是否为西施教唆人有待理清 前妻落雷向警方叹息 他抛家弃子甚至千金散尽 最后换来什么 苹果昨天下午也到桃园阳姓西施工作的槟榔摊榜茶 董新闻新北市报导